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鱼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奥特曼王者传奇 节日狂欢里面的虎联剑宝 这里可以获得最新的HUR英雄 然后昨天也是有很多小伙伴算过了呀 要拿到这一个HUR英雄 需要5万个钻石的小伙伴们 5万个钻石有一点多呀 一般的小伙伴应该都没有5万个钻石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小鱼这里才15000个钻石 远远不够啊 所以说这一个新HUR 咱们就看看算了吧 可能是召唤不到了对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这一个最新的系统啊 战战系统 来先把悬赏里面的奖励给他理一下啊 哇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任务啊 小伙伴们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任务非常的多 哎怎么理完之后就只有两个任务了呀 昨天还有四个任务不是吗 哇这有点尴尬对不对 每日任务只有两个呀 然后任务刷新的时间 需要非常的久 我们的战戒目前还只有14个碎片啊 还差了非常的多小伙伴们 总共40个碎片就可以把这个大核战剑给他召唤出来咯 然后就是远征系统啊 小伙伴们 昨天咱们是打了一次火系的嘛 对 哎这个是不是一个礼拜只能打两次呀 对不对 咱们这里还剩余了一次 然后伤害奖励这边奖励也是非常的多啊 小伙伴们 奖励非常的多 最低奖励是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0万伤害嘛 对不对 5000万伤害那是有一点遥远啊 小伙伴们 今天咱们来挑战一下水系的吧 水系的是陆基艾尔 我们看一下水系的可以拍出哪些英雄 水系的赛罗 大家看到没有 赛文也是 赛文其实也不错的 伤害也挺高的 对 雷阶多 那么我们是派赛文还是派雷阶多呢 感觉派赛文伤害会高一点啊 小伙伴们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赛文有没有装备啊 装备倒是齐全 攻击力是2万多 来 再来看一下雷阶多的 雷阶多装备也是齐全 我们还是派赛文吧 派出赛文X 来 尝试一下 小鱼感觉赛文X的伤害会比雷阶多的伤害高一点 虽然说不是一个什么主流英雄 哎呦 没带翅膀 哇 没带翅膀 那有点亏啊 小伙伴们 赛文X是对冰冻单位有一定的伤害加成的啊 小伙伴们 来来来 大招搞一下 增加一下全体的伤害 昨天小鱼用火系英雄打了500多万嘛 哇 他这个大招有点恶心啊 这个陆基埃尔 昨天用火系的英雄打了500多万 因为火系英雄是小鱼最强的两个英雄嘛 闪耀迪加跟奇梅拉贝洛斯 都是红色的 所以伤害非常的高啊 我们看一下今天水系的能打多少万伤害 继续大招搞起 300多万了 其实还算可以嘛 对不对 就他这个大招有点恶心啊 这个黑暗路加尔 和大 这个大招能控制你控制非常的久 哇 我们赛文X居然大招都没放过啊 小伙伴们 403万 感觉还算可以对不对 并不是特别的低 我们看一下 我们伤害排名来到了第一名 这个应该是一个星期零次奖励嘛 对不对 哇 那这样的话 这个伤害 哇 那这样的话 这个奖励有点好啊 小伙伴们 还有两个人间体的碎片随机包 小伙伴们 哇 这个奖励确实不错哦 这个里面是添加什么的呀 这个里面 英雄选择 咱们选择不了啊 应该是添加这种小队成员的嘛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添加到这里 同样的话 也是能加成一些属性的 对 哎 这个副本系统小伙伴 是挺喜欢的啊 小伙伴们 不过一天只能挑战一次 感觉太少了 要是一天能挑战两次了 就太爽了嘛 对不对 现实神卡82个召唤令 咱们不抽吧 这个新英雄 他应该还是会 登录这个现实神卡的啊 看一下咱们这里的高新英雄 还是蛮多的啊 小伙伴们 像这格罗布 到时候也可以作为主列 去打一下这样的副本 卡米拉也可以打 对 其他英雄感觉就很一般了 对不对 把这些把这种SSR英雄 把它伸到满新 其实伤害也是挺高的 对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吧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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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